近媒体报道,2004年上映的电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不仅是法国当年的票房冠军,更是非声中外,尤其对80、90年代的中国观众来说,算得上是电影的启蒙之作。 2017年原版导演Christophe Barillier,集结原版人马,将电影改编推出了音乐剧,同样在法国又一次掀起了《放牛班热潮》。 近期近日,音乐剧《放牛班的春天》将在国内巡演,在线电影经典旋律,令观众们十分期待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哦。